哈喽大家好 你们可以教我艾米 比较容易记一些 因为我刚来荷兰这边留学的时候 我的荷兰老师说我的中文名不太好发音 然后建议我取个英文名 我就找了一个比较简单大众的英文名艾米 我在这个国家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 前五年是学习留学可以这么说 然后第六年是做一些工作前的培训 然后我是上周五 刚刚签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在公司工作的合同 在这个国家 我还是很兴奋的 然后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工作方向和我学的专业 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是学医学的 然后我的工作是developer 就是程序员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这我会在我以后的视频就会细细的讲 我的一些经历 关于这方面 但是这次的一个稍微短的视频 我觉得就是想讲一下我在荷兰有趣的一些故事 也不是故事吧 就是我总结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 关于荷兰这个国家的文化还有这边的人 总体来说 这个国家是很不错的 然后生活质量也很高 然后我还记得我刚到荷兰的时候 我刚来到荷兰的时候提了我的行李箱 下了飞机 坐了火车一直来到一个城市叫莱队 我在莱队大学医学院 然后呢我不知道我住的学生宿舍在哪里 当时我是在国内提前打了一个谷歌地图 然后我就通过我这张纸纸版的地图 因为我不想花钱乘出租太贵了想省钱 然后我下了公交车 布置了东南西北 然后我就大胆的 当时人也比较少 我也没有找到人去问路方向 我就大胆的就是靠我的直觉 朝一个方向走 也很幸运吧 虽然我推了我的很大很大的行李箱 我什么都带 我连毯子啊 不知道带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带的东西 差点把锅也带来了 然后推了行李箱大概将近一个小时吧 对 然后终于找到了我的宿舍 然后是在一个偏离市中心 有点荒郊野外 但是还好它这个城市 来论这个城市比较小 下了火车到那个所谓的郊外 就是其实也就两站公交车的路程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碰到什么坏人啊 什么的 因为没有出国之前以前都听说 是在美国啊 会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在那之前我也没有去过美国 第一次出国是来的荷兰 然后碰到人也比较友好 然后这就是我简单的就是到了我的学生宿舍 然后这又不讲了 现在就可以跳过直接讲到我的第一印象 我刚第二天吧 或是记不太清了 这都五六年前的事了 过了几天吧 然后来那个学校报到 然后那个老师说 哎呀艾米你对荷兰的印象如何 每个人很多其他的留学生 其他国家都说非常好非常好 可是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别问我 我就第一反应 我都没有就是我不会转弯抹角 第一反应就是说 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买东西在这个国家 因为是真的 首先我不懂荷兰语 他所有的就是商品东西啊 的你知道包装啊 书名书啊全都是荷兰语 看不懂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商铺 都是一个一个小的 没有那种像国内的大shopping mall 我可以进去 我买吃的啊衣服啊 一次性全全全清 可是在这个关系 我每个商店不知道卖什么东西 你要跑好多商店 才能找到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特别麻烦 然后完了之后 周末还关门 我周末休息不上课 然后他也休息 这是好像欧洲国家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周日不是全天开门 就是一般上午全关门 有些吃中心的超市下午会开门 但是他们很少都会关门了 他们不会开到 像国内我记得我晚上都可以逛街 可是在这边好像就是天晚了 应该回家吃饭了 然后商铺也要 就是店主也要关门回家吃饭吧 但是讲了这一个 算不算也不是特别方便的地方 不能说是不好 就是不太方便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国家 但是还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想重点谈一下 因为还是觉得 它美好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个小狗 因为有点紧张 怕漏掉什么 比方说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这边的人 他们对陌生人见面都会打招呼 对于说 HOLD MOUTHING 就是早上好 然后一开始 就是还不太适应 然后现在我都适应了 就是见面陌生人都会打招呼 晚上哈 have a nice day 就是一些比较happy的词语 然后这是一点 就是和陌生人打招呼 我觉得还是很nice的 第二点就是 河南真的很节约 他们很节约 他们不管有钱没钱 他们就是有个习惯 就比较节省比较节约 他们不会浪费东西 有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给我的荷兰同学 带去几个角色 那种微波炉的盒子 我在超市买了 但是我买的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不到EO的那种比较便宜 然后我说你留着把货 你扔了 你又不需要再还给我了 然后他说 你这是很好的盒子 你还可以住很久 不要浪费 然后下次见面 特意洗好 特意包好 给还给我 感觉很贵重的东西 那从那一刻起 我就感觉很惭愧 我觉得我也买很多钱 可是就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 就是生怕别人会说 嗯 就是自己怎么穷的 就是比方说 几毛钱的东西都不舍得丢什么的 就是 自己有一种自尊心吧 或什么吧 可是从那一刻起 我就慢慢慢慢慢慢的改变 那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 有时候节约到 我自己都有点 吃惊和我六年前的样子对比 我有时候节约到 就是我会 能省就省 有免费的东西 我就 我就 我就用 然后用完之后 也不会丢掉 就是有些可以带回复利用的 绝对不会乱扔的 嗯 就是一点 还有和这个节约 有点密切关系的是 他们 他们 嗯 嗯 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和来 应该说我遇到的 大部分和来 他们 嗯 包括我的同学 他们同来不会炫耀自己家 还有没有钱 就是他们就是家里都买 有钱 他们同来不炫耀 就从也不同来不炫耀自己 嗯 嗯 自己自己父母是干什么的 或是自己 啊 是出生有钱的人家 然后买的衣服很贵 他们通来不炫耀 他们是一种 以节俭为自豪的 反倒是 嗯 他们买衣服 买的比较便宜 反而很高兴 就是买到了便宜的衣服 哎 花了 五 对 五欧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 五欧之后人民币也就 多少钱 三十块钱 四十块钱 对 不到五十块钱 然后很适合 一个一个外套 然后 嗯 对 真的 我也不是很浪费的人 可是以前在国内也会受环境影响 就比方说我买到一个很便宜的衣服都很羞愧 就是不好意思会告诉别人 或是害怕被同学朋友喂 就觉得很丢人 可是在这边我一点都不觉得 觉得花了好开心 就是这个衣服好看又便宜 我为什么会觉得很丢人呢 然后对不炫富 我来到第几点 第三点吧 然后大部分 绝大部分荷兰 他们的母语是荷兰语 官方语也是荷兰语 但是绝大部分荷兰都会说英语 说得还很不错 所以我刚来荷兰的时候 我以前在国内基本上没有说过 我基本上没有说过荷兰英语 所以我的口语可以说一塌糊涂 然后刚来荷兰的时候是真的都没法和人沟通 但是进步也比较快 因为把你放在那个环境中 然后你多和同学啊朋友交流 因为你愿意和他们 你愿意接受他们 愿意和他们沟通啊交流啊什么呢 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啊同学啊 你的英语就提高比较快 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我很喜欢就是很喜欢英语 然后我也基本上有一个阅读英文书的习惯 就是一直养成了一个习惯 我喜欢看一些英语的东西吧 这是一点 先讲到这一点吧 要不然这个视频太长了 要么就讲到 讲到下面 我先讲到一个荷兰不方便的地方 又讲到了荷兰的我觉得比较美好的地方 下一个我要讲一下 它比较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 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比较节约 是好事 我很喜欢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比方说 有一次我的荷兰同事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荷兰同事要求一些中国同事 还有其他的同事 去他家里做客 BBQ什么的 然后 然后其实 然后我们要带上自己的食物 你要吃什么 你要把你自己的食物带回去 它是提供那个 就是BBQ的空间给你 你把你食物带上来 我觉得比较有趣 我不觉得生气 我觉得有趣 就是你想吃什么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我们聚在一块 你想吃什么 你自己带什么 也比较方便 好吧 这是我第一个视频 就不想说的太长 然后也不想浪费 就是让大家花太多时间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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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听我怎么办唠叨 我下一个视频 其实以后我会讲更多有趣的地方 包括我不说荷兰语 我也没有打算学过 然后我是怎样克服荷兰语这个障碍 它确实是个大障碍 想在荷兰尤其是找工作的时候 进公司工作确实是个困难 然后我是如何一步步来的 然后我如果对一些朋友比较感兴趣的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下一期视频 再见